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姐被一对老夫妻收养 老两口都是退休老教师 半辈子了也没有孩子 正巧有天买菜回来碰见个小娃娃 自己在路边哭着喊妈妈 老两口带去警察局也查不到信息 警官说估计是人贩子拐来的 八成半路才发现是个姑娘 闲不值钱 直接扔路边了 两岁的农村娃娃 不看看明显特征 还真不好分辨南海女孩 都是短短的头发 脏兮兮的小脸 我爸妈看老两口都是教师 肯定有钱 心想着反正是个丫头 张嘴要两万 孩子归他们 一岁一万 不亏赚大了 那个年头的穷勾勾里 见过一百块的也寥寥无几 老两口正为难呢 本来就没有孩子 这捡到一个养出感情了 送走 还真舍不得 老教师当天就去银行取了钱 我爸妈拿着钱 头也没回 转年 我哥出生了 取名唐药祖 是个带把的 光宗药祖了 还是从村头婆婆那厅的 我妈给老唐家生了个儿子 腰杆立马直了 在我奶奶那坐足了威风 我哥从小被惯得无法无天 儼然成了我们村子里的小恶霸 我妈也不管 还夸她儿子厉害 至于我 你问我为什么还会出生 唐药祖五岁那年 我妈又有了 并且盼着是个闺女 养养卖了给儿子换老婆本 十月怀胎 真的是个闺女 从我既是起 就开始承担家务 不大点小孩 鸡叫了就得赶紧起床 扫院子 喂鸡 做饭 吃饭的时候我也不能上桌 他们吃完了 我去厨房吃剩下的 吃完了饭 就去后山捡柴火 回来后烧水 洗一家人的衣服 我爸用当初卖大姐的钱置办了田地 又把宅子翻了翻心 买了不少鸡苗 这样最起码日子可以自给自足了 也没花多少钱 我妈不一样了 去镇上烫头 苗梅 学人家时髦 剩下那点钱 全都挥霍没了 虽然两万块没了 但就目前家里的条件 在这穷乡屁壤的小山沟 已经是鼎鼎富裕了 我五岁那年 唐药祖十岁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 他让我跪下给他当马骑车 还用提鞭狠狠地抽我 小小的我无法反抗 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 唐药祖嫌我哭起来没完 还扇了我几耳光 直到听见爸妈回来了 才放过我 我的裤子破了 膝盖青紫 磨出了很多细小的血口子 身上还有或深或浅的鞭打痕 我哭着跟我妈说 却又换来了一耳光 小剑提子 自己的哥哥打两下又怎样 我才五岁啊 我早就知道自己以后会被卖掉了 无意间听见我妈叨叨 等我来了红花 就把我卖给南边山头的李住家 村里人把月事叫做红花 因为鲜艳的血 像一朵红色的花 红花来了 也代表着这个女孩可以生育了 十六那年 我的床单上染了红花 我被吓坏了 因为这样一来 离被卖掉不远了 每次我都趁没人的时候 去换垫子 换下来也扔得远远的 或者找地方买起来 我想着 这样起码可以晚一点被卖掉 可万万没想到 一天夜里 糖药组趁着夜色 撬开门锁 闯入了我的房间 即便我十六岁了 却还是像五岁那年一样 无法反抗 糖药组一把扯住我的头发 把我从床上拽下来 我双手拼命拉扯 但力量悬殊 毫无作用 接应的拳头 一下一下地落在我的身上 糖药组的嘴里振振有词 原来是他看上了 镇上一户人家的姑娘 奈何人家父母不同意 说必须得要彩礼 而且已经在给那姑娘选婆嫁了 糖药组知道我的用处 脑我怎么十六了 还没来红花 耽误他娶媳妇 我被打得头晕眼花 为礼翻江倒海 爸妈在屋里听到动静 闻声赶来 见我被糖药阻打 非但没有阻拦 我妈还火上浇油地一个劲骂我 是个烧钱的东西 只是最后看我不动弹了 才出手阻止 半想 有人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抬到了床上 我听到我妈的尖叫声 我裤子上染了血 至此我来红花这事 瞒不住了 我又被扇了好几个耳光 被我妈指着鼻子骂 说来红花居然敢瞒着 今天不如就让糖药组打死我算了 我害怕了 颤抖着嘴唇艰难开口 我刚来红花 痒痒 卖的价钱高 之前我听隔壁张叔说过 那天他买回来一个大姐姐 隔天早晨在村头嚷嚷 刚来红花的大闺女 就是嫩 真他娘带劲 不枉费花那么多钱 我暗暗记下 刚来红花的女孩 价钱高 好在爸妈为了钱 放过了我 只是把我关起来 一天只给一顿饭 下次出去 估计就是去李柱家的日子了吧 李柱来接我了 我磨磨蹭蹭地走出去 好久没见到这么刺眼的阳光了 是零零吗 以后你就跟着我过日子了 我看了看眼前的男人 小麦色的皮肤 高高瘦瘦的 不算很帅 但是笑起来很暖 他向我伸出手 我犹豫片刻 上前牵住 也不知道我被换了多少 不过看爸妈喜笑颜开的样 应该有不少吧 唐药祖在一旁看着我 阴森的目光盯得我打了个寒颤 接着他吐了口唾沫 开始数着手里的钱 临走时 我爸抓了六只小鸡仔给我 算是我这几年的辛苦钱 都说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更何况是卖女儿 以后就没关系了 无所谓了 不过是从这个火坑 跳到另一个火坑罢了 再坏 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 听起来很近 看起来也很近 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李柱很照顾我 一路上牵着我的手 他自己走一天 就可以到家的路 为了我硬生生 拖成了两天半 我想说我没那么娇贵的 从小每天上山砍柴 脚上的茧子 都能磨烂邪了 可李柱说 媳妇是用来疼的 我既然跟了她 她就会好好照顾我 好好爱我 一时间 我有点迷茫 我不太懂爱的意思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 买媳妇回家 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的 生不了儿子 就一直生 动不动就挨骂 还免不了挨打 我想 只要她能让我吃饱饭 打我的时候轻一点 我愿意好好过日子的 我可以生儿子 我很会干活 不怕苦不怕累 我只求她对我 比我爸妈对我好一点 就我行了 第三天的午后 伴着毛毛细雨 终于到我的新家了 房子是用石头雷起来的 三间小平房 篱笆围了个院子 角落那间单独的应该是毛房 院子不大 但是收拾得干净整洁 李柱把小鸡仔们 撒在院子里 牵起我的手 走进西边的房间走去 李柱边走边喊着 阿娘 我把玲玲带回来了 是婆婆呀 我有点发怵 我好害怕 她会跟隔壁张奶奶一样 凶神恶煞 张叔带回来的那大姐姐 经常被张奶奶打得喊都 喊不出来 后来有一次逃跑被抓 直接被张叔活生生打死了 我当时躲在墙头的篱笆后边 不敢出声 大姐姐就跟我的破娃娃一样 没了生机 虽然是白天 但是屋里还是很暗 李柱走到柜子旁点起煤油灯 阿娘 不是告诉你了 一定要记得点灯 不然眼睛会坏掉的 点了灯 屋里亮堂多了 我这才得以 看清婆婆的样貌 这一看 就跟我们北方的女人不同 是南方女人独有的 小鸟依人模样 虽然已不再年轻 但岁月在她脸上 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痕迹 婆婆靠着枕头坐在床上 手里抱着针线框 婆婆看李柱牵着我 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亮 灵灵 好孩子 不要害怕 以后没人再欺负你了 婆婆牵过 我的手拍了拍 又替我理了李病编的碎法 以后 我就是你阿娘了 你跟逍遥以后 好好过日子 逍遥是谁 我不是买来给李柱 一个人当媳妇的 我害怕地抽出手 吓得往后缩 李柱从后面 轻轻搂住我的肩膀 灵儿别怕 李逍遥这个名字 是阿娘起的 李柱 李逍遥 都是我 煞时 我松了一口气 走吧 我带你到处逛逛 李柱跟阿娘打了声招呼 牵着我走了出去 李柱这个名字 是奶奶给起的 不过他跟爹 都已经不在了 家里只有我跟阿娘 李柱下了三碗面条 给阿娘端进屋一碗 我坐在门口的棚子下 听他跟我讲家里的事 阿娘名唤许静 当年是个 十七岁的南方姑娘 在去上大学的火车上 被拐来的 小李柱听奶奶说 当初整个村的男人 都想要阿娘 是奶奶给递了 一对金耳环 才把阿娘拿下的 心疼的李柱奶奶 好长一阵子吃不下饭 那金耳环 是祖上传下来的 没办法 没有媳妇 个儿都断了 阿娘生得娇小可人 没尝过女人的牢礼 怎么可能忍得住 大老爷们 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每每都弄得 阿娘背过气去 没日没夜地折磨 看着就剩一口气 还是奶奶出面 才让阿娘免于一死 后来就是阿娘想要逃跑 被李柱爸抓回来 打断了腿 一辈子都不能走路了 李家奶奶更是每天 恶语相向 有时候还窜腾着儿子打媳妇 怪不得今天看阿娘 一直在床上不下来 阿娘怀孕了 无数次想死 奶奶看得紧 一直到李柱生下来 也没死成 阿娘生了个带把的 给老李家传了香火 日子也没以前那么难熬了 李奶奶给孩子起名柱子 以后就是老李家下一辈儿的顶梁柱 阿娘是个有文化的 自然是不想给孩子起这种大白话名字 奈何做不了主 只能没人的时候 偷偷唤他逍遥 希望他这一生 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 后来小李柱八岁那年 奶奶跟爹务食了什么东西 双双撒手人寰 那年头大山里吃东西 死的人多了去了 匆匆埋了也没人怀疑什么 孤儿寡母日子不好过 李柱小小年纪 就得操持家里的一切 阿娘不能走动 好在会点针线活 可以拿到集市上 卖了换点钱补贴家用 在大典就开始上山捕猎 没有武器 就自己做陷阱 也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阿娘的聪颖 每次或多或少都会有收获 大山里动物多 有时候捕到狐狸 能卖不少钱 城里大户人家的夫人们 都喜欢针毛的大围领 小李柱那一年攒了不少钱 不过后来应该都用在我身上了 李柱把我领到东边的屋子 小屋里的陈设不多 光是盘的炕就占了一大半 炕上整整齐齐地放着被子枕头跟小桌 雨越下越大 大山里的雨液 着实吓人 这两天太累了 今天早些休息吧 李柱从柜子里拿出来 一床新被褥递给我 阿娘说 好歹是娶媳妇 得见点心 就做了床被子 我摸着软软厚实的棉花被子 鼻头有点酸 从小到大 不论春夏秋冬 我只有一床被子 已经被打了好多补丁 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李柱怕我不好意思 吹灭了煤油灯 先一步钻进被窝 被朝着我 林儿 别害怕 如果你不想 我不会逼你的 我坐在床边没有动 短短几分钟 就回顾了我的十几年 白日里干活 吃不饱饭 动不动就要挨罚 晚上还得防着糖药组 说实话 被关起来那几天 是我这些年 睡得最踏实的日子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 给我吃一顿饭 还是两顿饭 反正都是吃不饱 这种不用担惊受怕的日子 对我来说 才是最珍贵的 我慢慢地把衣服退掉 掀开被子 钻了进去 李柱的身子明显一僵 被子李的温度又升了升 逍遥哥哥 我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想要自由 我也想不被约束 我想逃离 那个所谓的家 我想要重新开始 闻声 李逍遥躺平了身子 还是没敢面向我 逍遥哥哥 你以后会对我好吗 黑夜里李逍遥的声音 异常坚定 会的 阿娘说了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意思就是说 从今往后 我会一直牵着你的手 陪你一起到老 那一晚 雷声温柔 暴雨无声 雨下了一夜 山间的清晨 空气里满是清香的味道 耳边传来 溪水叮铃当郎的声音 李逍遥比我起得早 看我醒了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低着头挠了挠后脑勺 满脸害羞 灵儿你起来了 饭已经做好了 你穿好衣服出来吃吧 吃完我带你 去镇上转转 正好把阿娘缝的包拿去卖了 我接过逍遥哥哥手里的粥 给阿娘端了过去 昨日里天儿不好 点了煤油灯 也看不多清 今天雨过天晴 阿娘屋里也亮堂了不少 我细细瞧了瞧阿娘 乌发如漆 许是一直养在屋里的缘故 肤色白腻 不跟外边干活的女人 一样面黄肌瘦 满脸憔悴 阿娘轻声唤我 灵儿 打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朝前看 从那以后 我就特别喜欢听阿娘说话 阿娘讲的那些大城市 那些学堂 自行车 漂亮的洋装 都让我觉得特别新奇 吃完饭 逍遥领着我去镇上 路上碰见几个男人 绑着一个女孩子 朝村里走 我知道这是干什么 一定是逃跑没成功 被抓回来了 我下意识地紧紧抓着逍遥的胳膊 想起了隔壁的大姐姐 几个男人看见我们 拖着女人朝这边走来说 哟 李柱 哪来的小姑娘 这么水灵 为首的男人 比起一米八多的李逍遥 个头根本不够看 贼没鼠眼 眼神一直往我身上飘 强哥 这是我媳妇 李逍遥 往我身前站了站 挡住了男人的视线 强哥 我们赶着去镇上 先走了 要不天黑前回不来 说完 拉着我朝前走去 走出老远 我回头看 为首的男人 还在看着我们的方向 李逍遥说 那是张强 村里的无赖 以后看见他 直接躲着走就行 我没有多想 一路上都特别兴奋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二次出村子 第一次 还是李逍遥来接我那天 在这里 每个村口 都有人轮流把守 所以想要逃出去 真的很难 平时也只有男人们 可以随意出入 来到镇上 我头一次见到商铺 头一次见到小贩 头一次见这么漂亮的衣服 李逍遥把阿娘缝的包换了钱 带我买了一身衣服 碧绿色的上衣 还是喇叭袖 黑色的直筒裤子 又买了双部鞋 我高兴得一路上嘴都合不拢了 李逍遥又买了些梅油 一些菜种子 还有些鱼钱 眼看到下午了 我们也准备返程 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阿娘说的学堂 朗朗的读书声声声悦耳 李逍遥摸了摸我的头 回家让阿娘也教你识字好不好 对啊 阿娘是大学生 李逍遥又折回去 带我买了铅笔根本子 跟我说既然要学 就得好好学 李逍遥小时候家里太穷 孤儿寡母也能力让她去上学 都是阿娘在家自己教小逍遥的 没有书本 就用水粘在桌子上写 阿娘说 一个人光有学问是不够的 但首先要有一颗正直的心 我牵着逍遥哥哥的手 此刻无比的心安 我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日子 逍遥哥哥起得早 总会提前做好饭 给阿娘端过去 我的那份就放在大锅里温着 等我醒了就可以直接吃 逍遥哥哥总会亲亲我在 去地里忙农活 那些瓜呀 果压的都让她收拾得各大饱满 果香四溢 拿到集市上别人都抢着药 然后去后山下网 看看能不能猎到点 兔子山鸡什么的 要是能猎到狐狸 那再好不过了 之前我总跟着去 但有一回 我差点被藏在树丛里的蛇咬到 吓得再也不去了 我跟阿娘学了手艺活 阿娘说 我勾的小马甲可好看了呢 我打算再给逍遥哥哥勾个毛裤 这样冬天 她出门就不怕冷了 哦对 阿娘还教我背识写字 我头一回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 我在逍遥哥哥怀里哭了好一通 我想着 以后我的孩子出生 一定要让他走出这里 也让他上学堂 我被逍遥哥哥养胖了许多 模样越发好看了 阿娘说我整个人跟活过来了一样 以前都没有人气耳 现在白胖白胖的 像个雌娃娃 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 逍遥哥哥也变了样 原本面黄肌嗖 现在身子上也有肉了 皮肤也不再是黄黄的 变成了健康的骨铜色 许是经常干活的缘故 身上的肉越发紧实 阿娘跟我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吧 逍遥哥哥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看的 我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直到张强带回来一个什么大老板 我去西边洗衣服的那天 碰到了张强 还有他身后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逍遥哥哥说过 见了他直接躲着走 我忙收了收衣服准备开溜 本想转身就走 张强却喊住了我 哟 弟妹 我正了正 不自在地回头喊了声强哥 张强的视线从我身上扫了又扫 冲旁边的男人挤了几眼 这是吴大老板 来咱们村投资的 吴老板拖了拖腮 完美地看着我 我太懂这种眼神了 跟糖药组如出一辙 随便搪塞了几句 就往家赶去 一路上心惊胆战 生怕他们跟来 逍遥哥哥去后山了 这会还回不来 回到家直奔阿娘房里 繁琐上门 一杯水下肚心 还扑通扑通跳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阿娘见我如此惊慌 便问我发生什么事 我如实跟阿娘说完 便见阿娘一脸凝重 伴想阿娘回我 玲玲收拾东西 一会儿逍遥回来了 你们就走 为什么要走 我们要去哪儿 阿娘握着我的手 我能感觉到 她在微微颤抖 当年张强他爸 就是村里的老牙子 打着投资的名头 让那些老板来村里 挑大闺女 是的 村里的男人 从外面买女人 村里的女人 被外面的男人买 不管在哪 重男轻女的人 比比皆是 家里的老婆生不了 或者不想生 来这买一个小姑娘 生就是山沟里出来的 什么背景都没有 到时候去母留子 没人会在乎 当年阿娘 就是被张强 他爹带回来的 张强算是 继承了他爹的衣钵 甚至比他爹 更不是个东西 只要是老板相中的 管他大姑娘 还是小媳妇 生不生孩子的 先完了再说 阿娘说照我刚才讲的 我肯定是被他们盯上了 得赶紧走 再晚点就走不了了 这时房门被敲响 我吓得头发都要立起来了 紧紧握着阿娘的手 一声也不敢坑 阿娘 玲玲 大白天的插门干啥呀 是逍遥哥哥 我跟阿娘同时松了一口气 赶忙上前把门开开 让逍遥哥哥进来了 阿娘长话短说 让逍遥哥哥带着我赶紧走 逍遥哥哥显然比我更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二话不说 草草收拾了东西 准备带我走 阿娘 让逍遥哥哥背着你吧 阿娘摇摇头 扯开我的手 那阿娘 我出去躲两天 他们找不到我 自然就会不了了之了 阿娘看着我 又如初见那般 替我理了理头发 乖乖 人可以善良 但不可以软弱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乐观 如果能出去 就一辈子不要回来了 我那时候天真的以为 出去躲两天就好了 找不到我 自然就会去找别人 可我低估了这些大老板的恶趣味 甚至没想到 这居然是我跟阿娘最后一次见面 让我后悔莫及 村里的路肯定是不能走了 逍遥哥哥带着我走进了大山 我有点跟不上逍遥哥哥的步伐 险些摔了跟头 逍遥哥哥步子没停 捞起我接着走 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张强手段的残忍 如果你落到他的手里 死是最好的结果 大山深处的断崖那边 有一对老夫妇 是我打猎时候偶然结识的 你先去那躲着 我回去接阿娘 我不去找你 你万万不可回家 老夫妇和蔼可亲 并没有多问 便允我在家住下来 他们也有一个女儿 娶名儿叫宁宁 比我小了两岁 大山深处没有人心险恶 小姑娘性格开朗 活泼动人 见了李逍遥 大眼睛直闪光 甜甜地喊李柱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小姑娘看见我 明显一顿 接着咧开嘴一笑 喊了生嫂子 等了两天 逍遥哥哥都没来 急得我直上火 嘴角起了好几个大水泡 每天茶不思饭不响 肉眼可见的瘦了好几圈 逍遥哥哥 好不容易给我扬起来的标 又没了 第三天的清晨 远处的山坡 隐隐约约有一道身影 我怕不是逍遥哥哥 没敢上前 带人走近些 看出是逍遥哥哥的时候 我放下手里的扫把 朝着人影飞奔而去 瘦了 瘦了 腰都窄了那么多 怀抱都个人了 胡子拉叉 一脸憔悴的模样 我问他 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我都想阿娘了 逍遥哥哥沉默了半天 眼眶发红 沙哑着嗓子 阿娘 没了 什么叫阿娘没了 走之前 不还好好的吗 你说啥呢 这可不幸乱说 阿娘还等着我回去背诗呢 那手掌歌行 我可背了好久才背过 逍遥哥哥把我搂在怀里 带我肩膀处一阵湿热 我才明白 阿娘真的没了 我走之后 张强跟吴老板果然去了家里 没找到我 却找到了阿娘 阿娘虽然年近四十 但常年没有风吹日晒 日子也算过得舒心 如今风韵犹存 村里那些和小鸡仔一样的姑娘们 自然是比不了的 逍遥哥哥赶到的时候 吴老板一裤装的血 躺在地上抽搐 阿娘胸口上插着一把剪刀 见李逍遥来了 沉重地抬了抬眼皮 李逍遥见状 三两不上前 鲜艳的血已经染红了阿娘衣襟 胸口缓缓起伏 阿娘断断续续地出声 逍遥 拿纸笔 李逍遥胡乱抹了一把眼泪 赶忙拿来了纸笔 吴童市溪水大街 七十七号外公外婆 你外公叫 许 许重山 外婆叫 李逍遥哭着摇头 想让阿娘别说了 等她好了 大家一起去 现在自己有能力养活一家人了 咱们很快就不用过这清廷日子了 阿娘最后看了看逍遥 抬起来的手 终究是没能替儿子擦擦眼泪 阿娘从来都没有放弃回家 奈何双腿已废 求死不能 儿子李逍遥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转折点是李住八岁那年 李家奶奶去镇上卖钢挖的野菜 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大包东西捂在怀里 一进门就嚷嚷 不得了不得了 这么一大包盐 咱们得吃好几年嘞 静静你瞧 这盐多白亮 我尝了尝 味道还怪好理 一会就用这个做饭尝尝 许静抬头一看 这哪是食用盐 是亚硝酸那呀 刚想开口阻止 转念一想 这是老天爷给机会 李家娘俩没了 他跟儿子才有机会走出这里 想到这 李静手心出了一层细汗 娘啊 我最近胃口不太好 觉着像怀柱子那时候一样 李家奶奶双眼放光 这是又要来一个大孙子了 那嘴当时就合不拢了 许静接着开口 娘 你给我熬个野菜汤吧 别放言了 这两天闻着啥味都想吐 李家奶奶当时就欢天喜地地做饭去了 亚硝酸盐 三克就足以致死 若是食用五克 一分钟内就可以出现中毒现象 最快三分钟就会导致死亡 李家二人吃味又重 许静又换来年幼的儿子 告诉他去后山看看陷阱里 有没有网到动物 今天天黑前不要回家了 锅里有早上的菜饼子 路上带着吃 吩咐完这些 许静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他们都是人渣 死不足惜 李祝爹回来 听闻媳妇又怀孕了 说什么也要喝两钟 李奶奶炒了点自家种的白菜 辣椒 还炒了个小葱鸡蛋 鸡蛋这东西可是稀罕物 平常都是留着去镇上换钱的 今天高兴 才舍得上桌 许静眼睛一转 冲着李奶奶喊道 娘啊 你炒这鸡蛋太香了 能不能给我剥一点尝尝 李奶奶大放地给许静剥了几筷子 午饭玩隔壁的王超 肯定会来喊李祝爹一同下地干活的 到时候他俩死了 许静要是毫发无损 肯定会惹人怀疑 虽说务实致死的是村里常有 但是小心使得万年传 许静估算着剂量 小心加了口鸡蛋 细嚼慢咽下了肚 二人三两口就把菜吃得剩下个残渣 果真吃完没到五分钟 面前的人们就开始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没有十分钟就彻底不动了 此刻许静也觉得为李翻江倒海 也不忍耐 趴在一旁呕吐起来 等隔壁王超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一幕 李家娘俩已经断气了 李家媳妇直翻白眼 口吐白沫 赶忙喊了村里的村医 给阿娘又催吐了一回才算完 大家一看 约莫着肯定是吃了啥东西 村长带头把二人埋了 也没人追究到底是吃了什么 小李柱回来不见爹爹不见奶奶 也不多问 毕竟他们对娘不好 小李柱也不喜欢他们 许静知道 没了男人在村里可不好过 时刻都有老畜生盯着 许静就在被窝里方便 有时候还把粪便抹在脸上 家里来人就开始装疯卖傻 时间久了 大家就说李家媳妇 这是受刺激成傻子了 还总是满身屎尿 阿娘又不出门 大家也见不着 慢慢的也就没人惦记了 匆匆埋了阿娘 吴老板此时也不知去向 李逍遥暗自理下定决心 一定让张强还有吴老板 得到应有的惩罚 给阿娘报仇 可眼下得先把我安顿好才行 宁宁看见李逍遥回来了 小跑着来到跟前 李柱哥 你可回来了 我都担心死你了 小手抓着逍遥哥哥的胳膊 摇摇晃晃地撒着娇 李逍遥皱了皱眉头 不着痕迹地 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宁宁 这两天给舒适儿添麻烦了 可能还得让你嫂子 住一段日子 宁宁还想说点什么 逍遥哥哥 直接拉着我朝屋里走去 跟舒适儿打了个招呼 我俩来到房内商量 张强固然可恶 可他要是不明不白地死了 那些姑娘们何其无辜 张强没了 这些姑娘肯定就被各家分了 所以弄垮一个张强还不行 必须把这些背后势力 一块拔起 说起来简单 可做起来谈何容易 逍遥哥哥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纸条 说这是阿娘临走前 说过的地址 阿娘曾经的家的地址 逍遥哥哥说 吴同事 从镇上坐汽车就可以去 路程大概两三天天 坐火车得去城里 火车快 用不了一天就到了 我俩当然是选择更快的火车 也只能选择火车 因为必须得绕过镇上 镇上跟村子的出入口 到处都是看守 经过这一事 张强肯定已经嘱咐过他们了 只能走山路去城里了 逍遥哥哥让我先睡着 他出去透透气 我没有阻拦 阿娘没了 他比谁都难过 让他自己静一静也是好的 我躺在床上 望着漆黑的房梁 陷入沉思 宁宁估计是听到 逍遥哥哥开门的声音 大半夜的静也追了出去 朦胧月色 风吹得草地沙沙作响 看着坐在草地上的李柱哥 宁宁脸上染上一抹烟红 静悄悄地朝李柱哥走去 离得近了 一把从背后攀上李逍遥的脖子 李柱哥 李逍遥正想是想得出神 冷布丁被吓了一跳 带看清来人 有点恼火 宁宁 你也是大姑娘了 你看看你大晚上穿成这样 出来干什么 只见宁宁穿着睡觉的短裤 无袖的小衫 刚才的拥抱 让李逍遥发觉 少女小衫里面应该是位着寸驴 少女卷着衣角 羞涩难耐 李柱哥 我头一回见你的时候 就想跟你过日子了 你要了我吧 我肯定能给老李家开支散叶 李逍遥好看的眉头都快拧出花了 头大的扶了扶额 我已经有你嫂子了 再说你这么大才见过几个男人 以后见得多了 你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了 行了 这么晚了 赶紧回去睡吧 你嫂子还等着我呢 我先回去了 宁宁望着自己心爱的李柱哥头 也不回的身形 在后边气得直跺脚 自己都这么直白地勾引了 怎么李柱哥就是不上道呢 那个唐玲玲到底哪里好了 回到屋里 逍遥哥哥拿毛巾 擦了擦身上才上床 叫我还没睡 握了握我的手 让我明天一起走 先去溪水大街 等见了外公外婆 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即使不能让张强判死刑 也得让他吃一辈子劳改饭 睡觉之前 我心里想着 离家之前 要是把那几个马甲 拿着就好了 路上还能换些钱 伴着清晨的饭香 我悠悠醒来 坐在床上 发了一会呆 我还是不能接受阿娘已经没了的事实 逍遥哥哥进屋 喊我吃饭 说吃完饭就要开始赶路了 饭桌上 宁宁的眼神跟刀子一样 偶尔地切过来 是个人都该知道什么情况了吧 我暗暗踢了踢李逍遥的腿 结果那家伙又给了夹了几筷子菜 气得对面的宁宁 直接撂筷子走了 书婶善善地笑了笑 说小姑娘打小 被惯坏了什么都不懂 让我们见笑了 吃过饭又给我们装了不少干粮 拿了一张毛毯 又给我们塞了些钱 我们肯定不能要 奈何劳两口执意让我们收下 说这些年李住隔三差五送些野味 这点钱不算什么 我跟逍遥哥哥相识一望 接过了书婶手里的钱 路途遥远且充满未知 钱多了总是没有坏处的 拜别了书婶 逍遥哥哥牵着我往大山深处走去 五月的天气正是蚊虫苏醒的号时候 大山里各种蚊虫爬虫 吓得我都快炸毛了 逍遥哥哥舍了一片大叶子 一路上都在给我扇风 天快黑的时候 我们就找个山洞 升上火热热干凉 将就着睡一觉 没法走大路 只好徒步翻山越岭了 好在一路上没什么危险 终于在干粮马上就见底之前 我们看见县城了 比起镇上 县城里多了好多好几层的房子 还有好多汽车 逍遥哥哥打听到车站的位置 终于买到了去吴同市的票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 我在想 要是阿娘在就好了 这一刻 她盼了二十年了 我侧过脸看了看逍遥哥哥 此刻 她的眼里也闪着泪花 我俩下了车 就跟乡八老进城一样 虽然总是听阿娘说起大城市里的样子 但亲眼见到 还是忍不住把嘴巴长大 逍遥哥哥握着手里的纸条 准备去找外公外婆 当年阿娘被拐走的时候才十七八岁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外公外婆也上了年纪 好在逍遥哥哥任字 去西水大街坐二十六路车就可以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大城市的傍晚 依旧车水马龙 这要是换在大山里 大概只看得见各家的鸟鸟吹烟吧 没想到第一次走出大山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好恨人贩子 让无数家庭变得破碎不堪 我也好恨重男轻女的那些父母 在他们那儿 女孩成了交换钱财的物品 跟那些挨牵刀的人贩子又有什么区别 不 他们比人贩子更可恶 被亲生父母卖掉 比被拐走心理上会更加绝望 那种从懂事起就有的恐慌 伴随了我这么多年 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在恐惧 下了车还得步行一段路 逍遥哥哥牵着我的手 伴着排排路灯 数着门牌号 逍遥哥哥猛地一停 我的鼻子就撞上了他的后背 酸得我挤了几眼睛 灵二 灵二 你看 这上面的是不是阿娘 逍遥哥哥指着电线杆上泛黄的纸张纸 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一路上我倒是看见好多电线杆上有贴 只不过常年的风吹雨淋 已经看不出什么了 这一张刚好上面有个挡头儿 纸张在这没有雨淋日晒 除了泛黄发旧 上面印的照片跟字都还完好如初 我望着纸上印着的姑娘 看着十七八岁 穿着一身旗袍 绸缎一样的长发盘在身后 半坐在一张椅子上 纸上姑娘笑得柔情似水 可不就是阿娘年轻的时候 逍遥哥哥又从怀里掏出一根簪子 跟纸张上姑娘头顶带的那根如出一辙 是了 是阿娘没错了 逍遥哥哥 快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逍遥哥哥定了定神 看着电线杆上的纸缓缓开口 寻人启示 无知爱女 许静 1961年生人 于1978年8月26日 在去往北新大学的路途中失踪 至今未归 途中是小女走失前的照片 如有之旗下落者 请与我们联系 必有万金重谢 收信地址 梧桐市西水大街 77号许仲山 梧桐市敬安大院刘洋 这张纸再怎么质量好 也不像贴二十多年的 看来外公外婆也一直没有放弃过阿娘 梧桐市西水大街 七十七号 是这儿没错了 可我跟逍遥哥哥看着眼前的洋房大院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阿娘从未与我们讲过她的家庭 只跟我说过 她是独生女 独生女的意思就是 她没有兄弟姐妹 父母只生了她一个孩子 当时我还不相信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 会有只生一个女儿的家庭呢 阿娘当时说什么来着 哦对 那时候阿娘帮我顺着头发 嗓音温温柔柔惹的人困倦不堪 灵儿 两个人的结合 不应该是为了传宗接代 孕育新生命的本出 应该是因为爱情 那时候不懂 因为从小到大我所处的环境便是如此 我跟逍遥哥哥愣舌的功夫 漂亮的铁门开了 一位婆婆走了出来 是外婆吗 待婆婆瞧清逍遥哥哥的脸 仿佛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嘴里喊着夫人夫人 急急忙忙地往怨儿里跑去 一会儿的功夫 来了一位小姑娘 鞠了鞠躬 让我们里边请 我哪见过这样客气的 帮我们带路还给我们鞠躬 逍遥哥哥倒是看起来镇静自若 小羊楼在外边看着大 进来看着更大 头顶上那些亮晶晶的玻璃灯 居然还是彩色的 小姑娘让我们先坐下 一会夫人就下来 我看了看屁股底下的沙发 忍不住摸了摸 是皮的矮 可是什么动物的皮是墨绿色的呢 思考间 从拐角楼梯 那下来一位老夫人 旁边扶着她的 是刚开始给我们开门的婆婆 老夫人跟阿娘真相啊 特别是那种温柔的气质 跟阿娘如出一辙 老夫人从看见我们开始 眼里的泪花就没断过 旁边的婆婆递了好几回手帕 拉着逍遥哥哥的手 哭了好意通财 平复下来 老夫人说 逍遥哥哥跟阿娘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问我们阿娘在哪 这么些年她过得好吗 既然孩子都这么大了 为什么不回家 逍遥哥哥拿出阿娘的簪子 同一封信 一并交给了老夫人 到底是过来人 一看到簪子 老夫人就知道 女儿多半是不在人世了 颤颤巍巍地接过信 拆了好久才拆开 是 是静静地笔记 老夫人边读边哭 妈妈展信安 妈妈 这些年你跟爸爸还好吗 一定急坏了吧 很抱歉 我没有能力逃出去 你放心 这些年 我并没有受什么委屈 既然你已经看到信了 那一定见过你的外孙了吧 妈妈 不要因为她的父亲而厌恶她 她是我这些年来唯一的光 是我的盼头 无儿名唤逍遥 此生逍遥天羞问 古来万事东流水 希望她这一生逍遥 不被打扰 以前的事情 就让她随着冬去的流水消逝 忘了吧 跟着她的姑娘是她的妻子 唐玲玲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希望妈妈好好待他们 妈妈 女儿不孝 希望您保他俩往后的日子 能够平安顺遂 你跟爸爸 不要再为我伤心了 许静 绝比 老夫人哭得不能自己 这时候 从门外来了一位老先生 望着我们先惊讶了一眼 又转身过去安抚老夫人 老夫人指着逍遥哥哥哭喊道 这 这是静静的孩子啊 待老夫人平静下来 对老先生叙述了刚才的经过 年过半百的老人 握着拳头 红了眼眶 半想 咬着牙吐出一句话 静静 是怎么走的 逍遥哥哥眉头紧锁 此刻也是在极力忍耐心中的悲痛 阿娘 是为了保护我们 老夫人握了握老先生的手 示意她冷静一点 很晚了 孩子们一路也累了 我已经派人通知刘洋了 明日等她来了 一同商议 老夫人吩咐了几位小姑娘 给我们收拾了房间 让身旁的王仪带我们过去 王仪在前边带路 多多少少给我们讲了些阿娘从前的事 阿娘的家庭 非一般人能比的 我们一路走来 也看出来了 家里的摆设 物件 好多看着都是西方的玩意儿 目前华生百货 已经做到梧桐市最大了 连外地都有好几家 许家夫妇秦次和明 阿娘就是在这充满浓浓爱意的氛围下降生的 真正的掌上明珠 千金大小姐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请最好的老师精心培养 原本外出求学 一切都在正轨上 天天发生这档子事 刚才老夫人提到的刘洋 是梧桐市静安商会的大少爷 当年刘老爷子经常跟许家有生意上的合作 华生百货进出口的货物 都是从刘家的港口走的 如今大少爷已经继承了家里的生意 是静安商会的领头人了 刘家也早早地跟阿娘提了亲 订婚宴都办了 本是打算等阿娘完成学业 就回来结婚的 谁承想阿娘自此失去了联络 不过刘洋这些年从未娶妻 一直以许家女婿自称 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帮衬着二老经营华生百货 也算是替阿娘尽孝了 我想着 这位先生可真是情深啊 为了阿娘一辈子不娶 还这么孝顺 这要是换成大山里 媳妇没了的第二天 就去物色新人选了 王姨把我们领到客房 说有什么事喊一下下人就行 明早会有人来喊我们用餐 我跟逍遥哥哥躺在床上相拥而弃 阿娘啊 伤害你的人 一个都别想逃走 此日果然有人来敲了房门 少爷 少夫人 该用膳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称呼 也从未见过谁家有这么多服饰的人 替我们端来了洗漱用品跟换洗的衣服 还替我梳了头 屋子里有自带洗漱间 我还是头一回坐着上厕所呢 稍作收拾 我跟逍遥哥哥一同下了楼 餐厅里 许家二老已经就坐 还有一位看着跟阿娘年龄相仿的男人 想必就是王姨昨日说的 阿娘的未婚夫留养了吧 男人续着一头短发 斜飞得英挺健美 细长的黑眸蕴藏着锐利 整个人散发着强势的气息 老夫人看我俩来了 忙唤下人给我们拉开椅子 介绍着 这是静安商会的刘洋 刘会长 刘洋见了逍遥哥哥 眼里闪过一丝震撼 老夫人又向刘洋介绍了一下我们 这是我孙子逍遥 孙媳妇 灵灵 刘洋头也没抬 冷冷说道 静静的儿子 别是哪里来的野小子冒充的吧 一句话让在座的大火都有些尴尬 老夫人忙打圆场 怎么会呢 长得跟静静如出一辙 还有静静的簪子为正呢 逍遥哥哥这时候开口了 许夫人许先生 我们没有必要冒充您的外孙 我们只是想给阿娘报仇 但又深知以我们的能力 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希望二老能帮帮我们 老夫人听着 又开始掉眼泪了 傻孩子 还喊什么许夫人许先生 叫外公外婆呀 快 咱们先吃早点 吃完了再商议 一顿饭下来 刘洋一句话也没说 神情若有所思 吃过饭 男人们来到书房商议 外婆拉着我 让我讲讲这些年的经历 书房内 外公打算先去报警 让警察直接带人围剿村子 抓了张强 问出吴老板的下落 一同押去公安局 直接判死刑 逍遥哥哥想了想 摇摇头 大山里地形复杂 虽然数多 但人太多了也过于眨眼 最好是我自己回去 然后假意跟张强做买卖 邀请他去县里看货 你们提前埋服 为什么不去镇上 不是更方便吗 外公有些不解 逍遥哥哥解释道 镇上跟各个村子都是互通的 人一旦进入镇上 张强很快就会知道了 一直沉默的刘洋这时 开口了 岳父 此事不宜声张 先不要惊动警察了 这样 我派个打授跟着他 也好有个照应 逍遥琢磨了一下 觉得还是欠妥 最后逍遥哥哥决定 带打授同去 办成投资商人假意来村里看货 交易地点选在县里 刘洋提前派打授埋服 下午我们就见到了打授 结果一头短发 干净利落 看起来细皮嫩肉的 笑起来阳光明媚 是个女生 刘洋解释 这是孙夏夏 祖上干标局的 来进安商会有一阵子了 逍遥哥哥半信半疑 可眼下 也来不及再去找其他人了 随机应变吧 逍遥哥哥嘱咐我 他不在的这几天 让我跟着外婆 千万注意安全 哎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倒是逍遥哥哥此去 让我放心不下 逍遥哥哥跟孙夏夏回村子了 外婆听了我的经历之后 就一直说我可受了罪了 现在来了这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坚信 阿娘还活着 但又怕女儿被抓走了受尽折磨 阿娘被拐走了这么多年 外婆怕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女儿遭受着非人的虐待 有时候也会自己骗自己 可能许静只是不满家里的安排 离家出走了而已 在另一个地方结婚生子 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毕竟当初许刘两家订婚时 阿娘本人极其反对 外婆拉了拉我的手 说现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有刘洋出面 相信那些个歹人很快就会被抓住 喊了家里的司机 要拉着我去华生百货购物 外婆给我选了一堆 我没见过的漂亮裙子 带我去描了眉 买了首饰 热情的 我实在无法推辞 眼瞅着外婆逛累了 问我饿了没有 华生百货的顶楼就是餐厅 等吃饱了有力气了 接着逛 今天还要带我去把头发里一礼 跟外婆来到餐厅 这地方比我在山里的家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菜单也是我看不懂的语言文字 外婆贴心地问了我的口味 看我有点坐立不安 便问我是否需要去洗手间 我点头鹰生 确实是想上厕所了 一上午都还没停下呢 服务生灵我去了拐角 等我方便玩出来洗手 被人从后面用帕子捂住口鼻 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逍遥哥哥这边 已经跟孙夏夏回到家里了 看着地上已经干涸发黑的血迹 还有凌乱的脚印 心中又升起一团火 去阿娘坟前拜了拜 二人一同去找张强 李逍遥嘱咐孙夏夏 张强为人狡猾 很会耍心眼儿 一会可千万别让他溜了 不然再想捉他 可就难了 孙夏夏点头示意 逍遥哥哥堵了他的嘴 假意绑上绳子 把人带了进去 强哥 你在吗 此时的张强正在炕上数钱 见家里来人了慌乱地 把钱塞进被窝里 没想到来人居然是李柱 随即大笑了两声说 李柱 你还敢回来 坏了我的好事 让老子赔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李逍遥点头哈腰地迎合张强 强哥说的是 我这去了县里才知道 干什么都得有钱 这不媳妇也卖了 不过我没有门道 卖得太少 打两把牌就没了 说完把孙夏夏往前推了推 强哥你看 我又带回来一个 麻烦强哥搭个桥 多卖点钱 分兄弟一杯羹 张强从炕上下来 捏着孙夏夏的脸瞧了瞧 孙夏夏吃痛 踹了张强一脚 嘿 这张娘们儿真辣 别说小模样 看着就让人稀罕 不过 李柱 你当我是傻的 只见张强拍了拍手 门外进来两个大汉 三两下就把逍遥哥哥给绑了 李逍遥被绑在椅子上 嘴也被堵上了破抹布 张强对刚才的两个男人摆摆手 你俩回去吧 就李柱这瘦胳膊瘦腿 我一拳能打三个 见两人走出老远 张强就从里边把门反锁上了 慢悠悠地来到李柱跟前 是不是特好奇 我怎么提前知道了 要不怎么说你就是个傻子呢 你以为 没人照着 我能这么为所欲为 张强拍了拍李柱的脸 一脸的戏谑 想必你已经见过刘会长了吧 怎么样 想不到吧 当年还是他把你娘介绍给我爹的呢 便宜你爹了 一对金耳环就带走了 换做我 非得给卖到国外去 那才挣钱呢 哦对了 你那个小媳妇 唐玲玲是吧 现在也估计 马上就要运到国外了 你放心 我给他挑的 可是个有钱人家 不光是李逍遥 连孙夏夏都吃了一惊 显然 他对此事毫不知情 现在嘛 我先给你验验货 看看这小娘们多水灵 说话的功夫 孙夏夏就解了绳子 一记手刀 张强就晕了过去 只见孙夏夏还不解气 又恶狠狠地朝着张强补了几脚 愤怒不已 我就知道 那个刘阳不是什么好人 要不是看他给钱多 我才不去静安干活呢 每天那个眼珠紫色咪咪的 恶心地要死 孙夏夏赶忙给李逍遥松了榜 二人一合计 找了个推车 把五花大榜的张强推去城里 再把人打醒 一路压上了回吴同事的火车 下了火车已是傍晚 二人决定兵分两路 孙夏夏先压着张强去酒店躲起来 逍遥哥哥偷偷前回许家 避免被刘阳发现 见了外公外婆 逍遥哥哥把事情全盘说出 外公的脸顿时 黑得跟墨一样吓人 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摔了个粉碎 外婆在一旁咒骂刘阳忘恩负义 原来这些年都是装的 为何装 答案显而易见 为了华生百货 外公此时也不管什么声不声张了 立即给公安厅去了电话 司局长跟外公有过几面之缘 司夫人倒是经常去百货公司购物 一来二去大家也都聊得不错 外公告知了事情原委之后 司局立马派人前来支援 此时李逍遥独自来到 静安商会的会长办公室 刘阳正坐在办公椅上 翘着二郎腿抽着烟 好不惬意 见了来人也不惊讶 张强那个废物 这么快就被解决了 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 李逍遥没有废话 直接问他唐玲玲在哪 只见刘阳不紧不慢地 弹了弹烟灰 狠狠吸了一口 走到窗前 吐了一串烟圈 自古以来 家产就没有传女不传男的道理 所以订婚后 我把她弄走了 这个贱女人 居然还不同意跟我结婚 婚姻向来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由不得她拒绝 再说了 这些年我伺候许家那两个老不死的 都快伺候兔了 为了装个好女婿 老子儿子都八岁了 还跟个老鼠一样不能见光 眼瞅着这俩老东西身子抱恙 我原本已经着手安排 让他俩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半路杀出来 你这么个野种 刘阳越说越激动 烟灰谈得到处都是 张强还特意托人传口信 让我小心你 你一个山沟来的 能翻起什么浪花 我原本想着 给你一笔钱 让你该滚哪滚呢 结果那俩老东西 居然有意把华生百货传给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争 哦对 你是来找那个小姑娘的 真是抱歉了 她这回 估计已经在去港口的路上了 你别说 她这姿色 那些外国佬可出了不少钱 要不是时间紧迫 我还真想细细品尝一番 此刻 李逍遥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 转头就想去港口救人 还没等行动 就被刘扬掏出刀子指着脑袋 恶狠狠的 明天的报纸头条 我已经替报社你好了 一男子持刀 进入静安商会行凶 双方争执之间 该男子意外身亡 说完 锋利的刀尖儿 转向李逍遥纤细的搏梗 千军一发之际 窗外的子弹打中了刘扬的手掌 刘扬吃痛 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利刃 门外的警局人员破门而入 将整个商会重重包围 吴同市敬安商会会长 刘扬被抓 被曝出这些年 一直在暗地里勾结买卖团伙 参与非法事件 当场宣布被革职 财产充公 除以死刑 张强同判 而像吴老板这样的投资人 最少的也被判了十几年 司局待人包围了港口 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接受检查 终于在一艘即将开往法国的船箱里 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唐玲玲 当即被送去了医院 根据此次事件 各地开展了全规模的人口普查 哪怕大山深处的村子也都没放过 拯救了不少被拐走的妇女儿童 拯救了无数破碎的家庭 等我醒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许家二劳举办了一场宴会 正式介绍了孙子孙媳 并宣布逍遥哥哥将会是华生百货的继承人 由外公亲自指导 赋予厚望 而我 也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学堂 四年 我有孕 逍遥哥哥也正式接管了华生百货 每个月 我们都会给孤儿院捐赠物资汇取钱款 来帮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希望能为他们早日找到合适的家人 孤儿院里这么多被迫失去父母的孩子们 为什么非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呢 童年腊月 我带下一名女婴 逍遥哥哥让她随了阿娘的姓 名唤许义 生命的延续固然重要 但生命的意义远高于此 如今盛世太平 人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外公外婆也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每天看着小许义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们会常伴她左右 护她一生安稳无忧 后来我问逍遥哥哥 怎么会找我当媳妇的 他帮我回忆了一下 有一年大雨 他被倒下来的大树刮伤了腿 而我 因为糖药祖非要吃新鲜的蘑菇 只得冒着大雨被破来山上挖 我想了想 是有这么个事 那时候雨下得大 雨混着着血水 我还以为是什么动物受伤了 结果是个男人 那附近刚好有个山洞 就扶着他进去 简单包扎了伤口 我那时候怕糖药祖怕得要命 也没顾得上看清那人的样子 就急匆匆挖蘑菇去了 逍遥哥哥说 后来他就去我们村专门找我来着 结果发现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就有了后来带我走的那一幕 我看了看怀里的小许易 握了握逍遥哥哥的手 余声还长呢 我们一起慢慢走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我看见到你这边